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突然活跃了起来 先是密会冯耀刚 后又去西藏做公益 再后来和李晨关心分手 博得了一大波粉丝同情 自此范明明又活跃在娱乐圈 不过央视却不承认 央视把范明明在建国大业的戏份全删了以表明立场 虽然如此 范明明仍然不消停 近日又爆大料 范明明高调出席某商友会的年终峰会 并且演讲和接受采访 现场很多铁粉 呐喊欢呼 现场范明明感动落泪 哽咽表示自己会努力 范明明如此频繁的刷存在感 真是铁定想付出了 对于范明明的付出你怎么看 下来讨论下